打造品牌對企業的重要性可分為兩種 一個是對內,一個是對外 那對內對我們同事來講 可以給他們一個優勇感和使命感 那品牌可以讓公司 遭遇到更優秀的人才 然後組織更良好的團隊 對傳產來講 打造品牌是一條非常艱辛和漫長的路 就好像去賭場 要贏的輪盤的遊戲那麼艱難 那這個過程當中 如何去凝聚靜音程的共識 是一場非常大的挑戰 那對我來講 堅持打品牌的這條路是最難的 政府的輔導和顧問公司的協助之下 讓我們重新定義了 我們品牌的觀念和展示 那第二 地方就是對我們同仁 讓我們同仁有更好的夢想 那第三對我 自己而言來講 重新定義這個品牌 讓我又前進 對我的夢想前進了一步 那第三 讓我得知 品牌不是來爭取市場的第一或第二 而是對產品自己的承諾和堅持